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勇气 火力即兴 即兴火力勇气 我是业余 我是卫翔 这个世界变得那么快 讲到大学选科系 你现在思维还是 哪个科系未来毕业可以比较好找工作吗 现在的你依旧认为上了医学系 电机系 法律系这些传统的第一志愿 你未来的职业就透懂了吗 如果我们告诉你 戏剧系应该是戏时代的第一志愿 你会觉得我们疯了吗 今天我们想要来聊聊大学科系中的 硬技能vs软技能的大对决 没错 如果你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们会好好为你解释 什么是硬技能 什么是软技能 以及在职场上到底哪个技能比较重要 在戏剧系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可以让你在未来的职场上 变得无可取代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 跟你娓娓道来戏剧系 这个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 念了之后很容易吃土的科系 它为什么会是我们大学的大推的第一志愿呢 而且念了之后你可能反而 绝对不会饿死哦 硬技能 Hard Skills 软技能 Soft Skills 什么是硬技能呢 是那种很硬很难学的技能的意思吗 对哦 硬技能指的是通常比较能够通过培训而获得 也就是别人教你可以很快学会的技能 或是一些比较容易被量化的技能 哦 那什么是软技能呢 软技能它指的是关乎于人的技能 也可以称作人技技能 那它通常比较难以被量化 也不是教一教就可以很快学会的技能 印象中比较学得到所谓硬技能的科系 就可能应该就像是机械系啊 机械系啊 屏幕系啊 医学系啊 外文系啊 或是法律系这些咯 对 这些科系里面呢 有一定比例的专业技能的操作的训练 或是该领域里面专业性知识运用的学系 哪些是大家比较熟悉那种 教比较多软技能的科系呢 我想有些人可能会很快想到 像是气管系 外交系 心理系 社工系 这些科系会接触到人际沟通 领导力 合作 同理心 管理学等等的这些学习 就是所谓的软技能 那些硬技能的科系 无论是属于理组还是文组的 一般来说 通常都是所谓传统来说的第一志愿们 他们好像总是比可以学到比较多软技能的 那些科系来得更热闻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第一点 印技能呢 是具体可量化的 所以容易给人一种具体的安全感 例如 你所考到的证照啊 执照啊 你外语能力的程度的认证啊 你现象使用的程式语言 或是软体或是机具等等 当我获得认证或通过某个资格考的时候呢 通常自己或家人就会觉得安心 放心 未来透透 第二点 软技能是难以定义与评测的 所以容易让人觉得不确定不具体 无法立刻证明或相信 例如就像是合作的能力啊 合作的能力 沟通的能力啊 心态的开放程度啊 创意 危机处理啊 没错 创意 还有适应力等等 那即使呢 你已经具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没有人能够发给你一张 框框 危机处理能力证书 框框 来证明你的心态开放程度 的等级 好想要一张 对 最后一点 在台湾呢 大学的科系选择 常常就被视为是未来就业的桥门专 嗯 是的 虽然那时候我们也才高中毕业 但很多人或是他们的家人 在要选科系的时候 可能都会很谨慎 好像选错 你就一辈子KING掉了 尤其是以台湾的职场来说好了 当一家公司在求财时 你第一波就先筛掉学历不够的 不是相关科系的 尺 没有证照的 没有通过考试的 尺 相对的 你的软技能就无法具体呈现在一张履历表上面 有时候就算在面试的时候 也无法一时说得清楚 嗯 这些都是为什么 当我们在选大学科系时 会优先选择应技能相关的科系的原因 觉得跟求职的安全感有很大的关系 不敢扑了这么久 终于来到今天的重点 为什么我们要吹一个那么大的牛说 戏剧系应该是新时代的第一志愿呢 念戏剧系到底可以学到什么 诶 我来叫一下我的老朋友 嘿 你有 我也有 嘿 蛤 戏剧制作排演表演与导演 剧本创作声音专题动作专题 灯光设计即时务 舞台设计即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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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场管理以及舞台监督等等等等 好了 哼 在戏剧系里面呢 除了理论与知识系的课程之外 有将近三分之二课程的规划 都要求学生通过实作去累积实务经验 只要你做过一次戏 你参与过一个剧场演出的制作过程的话呢 你绝对不可能忽视沟通合作的重要性 戏剧就是一种关于人的艺术 有百分之七十的时间 都在处理人的问题 而最后一出戏的完成 是在观众进到剧院 坐在观众席间 与团队创作出来的作品 进行现场的沟通交流 然后观众散场 拆台 结束之后呢要拆灯啊 然后移动那些舞台啊 归位啊 洗衣服啊 然后最后拍检讨会 还要拍检讨会 然后还要结案 结案 发票要收集 没错 最后这样子才算整个完成 相较于其他科系 通常到了大三大四 也许会有实习的机会 但是戏剧系的实作经验 是从第一年就开始累积 真的会非常丰富 于是 作戏过程中的每一个合作 都在磨练你的沟通力 嗯 而每一次的脑力激荡创意发响 都在不断地刺激你的创造力 援影剧人以外所看不见的剧作元素 为剧中人物做角色功课的背景 资讯吸收 各行各业或不同时代阶级差异 而有的身体样态模仿 不断刺激你的持续学习力 古今中外 经典的创新制作 或时空这个当下的原创作品 是否能与当代社会沟通的大灾味 锻炼着你的批判性思考 从前置构想到时作之间的察局 人际合作之间的摩擦 舞台灯光亮起之后 开演无论发生什么事 演出都不能停下 中间的每一个环节 都在磨练你的应变力 没错 而这些这些 都是你在戏剧系可以学到的能力 好累喔 所以毕业的这些年来 现在的你认为念戏剧系 是不是真的很难找工作 其实我觉得 念戏剧系超好找工作 因为其实我们学校毕业的人 就是我常常觉得他们很耐操 而且又蛮可以沟通的 也还挺会掌握节奏 节奏感不错 这种能力的话 其实很 就是听起来好像很抽象 但其实这些能力 我觉得是应用于各行各业 那像现在我认识戏剧系的 这些朋友或是学长姐 学弟妹啊 他们如果不是继续做表演艺术这一行的话 他们就业方向都很多元 例如说就是我认识 叫洪洪经纪人 洪洪助理 然后理财专员 保险员 行销企划 策展人 健身教练 比较老师 然后还有杂志编辑 平面设计 造型师 按摩师 方表师 新少年教育工作者 等等的太多了 他们根本什么都能做 在这边呢我们想要 要反问大家两个问题 第一个 有多少人在大学毕业后 做的是本科系的行业呢 第二个 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快 你确定你现在所学的印记能 未来不会被科技 人工智慧所取代吗 根据呢 一份2018年的求职人力网站的调查 有高达六成的大学毕业生是学非所用的 也就是呢 第一份工作与毕业的科系无关 当然大家求职的选择有很多复杂的原因 不过如果回到是为了求职安全感 而去选择某些硬技能的科系 这样想想好像也没有那么必要了 再来 什么样的技能在未来才不会被科技 人工智慧所取代呢 嗯 举个例子 美国的东北大学的校长 乔瑟夫奥恩先生 他写过呢 这样一本书 这个书名的主标题叫做 robot proof 你应该有听过water proof 也就是防水的意思 所以robot proof的意思就是 防机器人 那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呢 机器人会取代我们在未来的世界 奥恩先生说 像同理心啊 创造力啊 团队合作啊 都是有助于大学生 能够在人工智慧的时代当中呢 拥有与机器人竞争的优势 所以呢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 就是硬技能能让你有工作 但软技能却能让你在职场里变得不可取代 我最后想要问一个很残酷的问题 你觉得传统的第一志愿毕业但缺乏软技能 或者是CGC毕业但缺乏硬技能 哪个比较糟 就我自己的经验我会觉得 软技能它其实是一种很难你确定你已经掌握好的技能 它是非常需要你实际的经验来累积的 所以我觉得越早开始其实是蛮好的 软技能很像是安全气囊 那当你有一些软技能的时候呢 就比较可以有弹性的去适应 在你要去学习硬技能的过程中的这些无难 假如说我是一个先学好硬技能才出社会的人 那我也不会因为我因为学会了硬技能 我就局限了我自己去探索我可能有各种就业的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软技能跟硬技能好像软技能先还不错 我在台北大学的戏剧系教课 我问他们说你们现在接触这个戏剧有人会想要之后走戏剧相关的吗 然后他们都说没有 他们的观念都普遍偏向认为 因为家里从小就教育他们你要先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你保底了再去接触你有兴趣的东西 哪里怪怪的 未来真的很难说 以长远的时间来看 你没有办法为预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篓子里面的时候 你就相对来说没有其他的应变力跟注意力去应变 接下来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但我确实是还蛮不确信 你读了戏剧系 或是你在你的学习过程当中接触跟戏剧学习相关的 它去增进你的软技能那个部分 能够帮助你在接下来遇到什么样的变化的时候 你能够凝变 你能够有创意 而这些东西是你不会被带走 去到其他行业 你有能力去创新 那你就能够为这个行业里头去带来新的思考 或是一些新的价值 我自己是读戏剧系 然后四年的里面呢 一样是老师教很多应技能 比如说要去学化妆 要去学服装 然后要去学舞台设计 然后怎么做舞台等等这些硬的东西 然后老师真的很少在教软技能 那虽然我们在实作中 我们很需要跟大家一起沟通 我们可能就是实际的碰撞中学会的 但是真的老师在教的都真的很少涉略这一块 在台湾的这样的教育系统之下 因为我们长时间不在乎这个软技能 我们不要在乎 可能很快就可以看见成果的硬技能 所以我会觉得这次可能是教育系统 可以再去多想一步 就是如何让整个科系里面软硬兼施 虽然一开始就强调 戏剧系应该是新时代的第一志愿 但老实说我们也并不是在告诉大家 从此所有的人都应该非戏剧性服念 而是我们想要藉由这样的反向对比 来为长期以来在学校教育之中 比较被看低的软技能进行一个观念的平凡 我们最终的讯息是 软技能、硬技能都一样重要 它是一种平衡 而不是二则一 那即便你是念传统的第一志愿 也要看重自己的软技能 在职场上才能真正的一帆风顺 那如果你的强项是软技能 也记得你要把握机会展现 不要妄自菲薄 其实你稍加提升一下硬技能 你一定就可以被伯乐看见了 没错 如果你好奇 我没有念戏剧性 那我要如何提升软技能呢 那我们工商一下 我们周星的推荐 你可以来参加即兴剧的工作坊 无数的各行各业的朋友 在这几年当中呢 各种相关科系的大学生 都有参加过即兴剧的工作坊 透过即兴剧 他们提升了他们的软技能的即兴技巧 应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这个连结 找到工作坊的相关资讯 看了今天的影片 你对于硬技能、软技能 是什么有更多的认识吗 你同意我们说 戏剧系应该是新一代的第一志愿 这样疯狂的论点吗 你也是戏剧相关科系毕业的吗 你有看到你自己宝贵的价值吗 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们 我们一起讨论 他是黄伟祥 他是林彥宇 勇气和你即兴 即兴和你勇气 再会 所以是黄伟祥先开始 不敢扑了 不敢扑了这么久 要拍一下 甚至我以为自己 不敢扑面子 黄伟祥之 impulse 如果 turkey直通 我可能就会崩 quite了吧 因为还有三 就怎么陷置 你会有 对 laid 看到 pessoal 不要 工作人员